When I heard that sound When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卡芒电影 我是卡姐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几个熊孩子 进入时间禁止世界的一部 韩国高分奇幻电影 《被掩盖的时光》 女主秀琳的妈妈 因出车祸不幸去世 便跟随继父搬到一座岛上生活 秀琳性格孤僻 很少与人交流 却在这里认识了男主成名 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 秀琳还为两人发明了一套 专属的密码文字 除了他们没人能看懂 就这样 两人一起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直到秀琳的一个吻 让虽然年幼的两个人 感受到了一段 不一样的感情体验 一天 成名和秀琳 还有其他两个熊孩子 突发奇想 想去看隧道爆破的场景 便来到了山上 却意外在半山腰 发现了一个神秘树洞 洞里面的水潭下 有一颗会发光的蛋 捞上来后 四个熊孩子便开始商量着 怎样处理这颗蛋 这时 秀琳发现自己的发卡 落在树洞里面 便独自回去寻找 洞外面的三个孩子 实在忍不住 便先砸破了蛋 就这样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时间发生了静止 除了这三个孩子 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运转 就这样 三个孩子在没有声音 无人约束 万物都静止的世界里 随意地享用着一切 过上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可没过多久 三个小孩就厌倦了 没人陪伴 没人玩耍 所以三个人准备离开这里 去外面的世界转一转 但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止的 船也划不走 被击起的水花也会定住 就连车也开不了 而此时 其中一个小胖 因哮喘发作不治身亡 另外两人便把他埋在了海边 自由是相对的 毫无约束的自由 就会显得那么的孤寂无聊 两人甚至连现在的具体时间都不知道 每天都生活在白天里 没有风 没有星辰 就像自己被世界完全抛弃一望一样 两人就这样 在孤独 无聊 寂寞中长大 可是这天 小伙伴最终也因抵不过寂寞 跳海自杀了 只留下了孤身一人的成民 成民靠着对秀林的思念作为信念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坚持着 可他还是熬不下去了 他以为等不到魔咒解除的那一天 准备跳海 不小伙伴的后尘 就在此时 世界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成民找到秀林 秀林还是当初的模样 而自己却变成了大叔模样 为了让秀林相信自己就是成民 尝试了各种办法 用只有两人知道的密码文字 讲述了只有两人知道的秘密 最终让秀林相信了这个事实 但是 这世界上除了秀林 不会有人相信成民的话 即便是自己的母亲 这时 秀林发现 时间静止的时机 和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关 那一轮循环过后 肯定还会有下一轮 那如果找到那颗蛋 当着众人的面再砸一次 就算还是解释不清楚 至少自己还可以和成民在一起 在静止的世界里生活 于是秀林又回到了当初那个树洞 找到了一颗同样的蛋 但是成民深知 这种煎熬的滋味 坚决不让秀林去经历那样的生活 不久 由于两个小伙伴的失踪 让成民成为了重要嫌疑人 被安上了一个拐骗挟持儿童的对名 知道真相的秀林拼命地跟众人解释 可是没人相信 当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成民 在逃避警察追捕的时候 不小心把秀林推下了山崖 千钧一发之际 成民为了救秀林 只能又一次砸破了蛋 就这样 时间再次静止了 可是 由于这次砸蛋的时间刚好是晚上 所以接下来等待成民的 将是一个日复一日 孤独寂寞的夜晚 故事的最后 秀林苏醒了过来 当他再一次见到成民的时候 成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成民的一个回眸 眼中充满了淡淡的深情与沧桑 海风轻轻拂过他斑白的鬓角 一股莫名的悲伤涌上心头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在成人眼中 最初的秀林和成民 或许不算是爱 最多是两个互有好感的小孩的纯真喜欢 可是 对经历了无数白昼与黑夜的成民而言 这早已超越了喜欢的界限 你是我经历磨难 却奋身向前的希望 你是我不顾一切 用尽一生来兑换一瞬间美好的执念 这不就是爱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是卡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